路走了44年 方向却不止一边 形状偏爱黑色 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故障48页 但每个终点都值得赞颂千篇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分 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何以小说 本节目由英菲尼迪收集赞助播出 I was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What's grace that told my heart to live 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幸福的 咱们鸟枪换炮 从一些咖啡馆变到了一艘正在南极行驶乘风破浪的大轮船上 这轮船其实已经很大了 一万多吨 但是大家看到这海平面在我背后不停的起伏 因为浪很大 今天的浪比我们穿过德勒克海峡的时候还要大 这个一说德勒克海峡 大家都快猜出来我们要说什么了 从今天开始连续用几期跟大家讲一讲 我个人觉得塑造了今天整个的世界 人们物种地缘政治以及今天的一切的吧 除了互联网不是那时代塑造的啊 就是伟大的Grand Voyage大航海时代 所以要说一下今天大家会看到两个我 一个我就在这跟大家聊 更多的一个我 就在个船上的一个会议室里给一些同船的船员 同船的一些客人 然后在聊这个事 等于我现场讲了一遍 然后我补充的是在这里补充 所以大家会看到两个现场一起捡出来的 很有意思的大航海啊 这个大家会听到很多笑声 因为在那个现场我讲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在那非常高兴 因为在船上实在太枯燥了 在一万多吨的船上都很枯燥啊 大家想想这个当时哥伦布他们出海的时候 那些船最大的就百十吨种 然后弄个几十个人就出海了 漂洋过海比我们要远的多啊 所以今天在这儿 其实首先我一般都是要先富在比在兴啊 一般都是大家习惯了 在最后才感慨 但今天我首先想感慨一下 就是看着这些大海 看着我周园这些陆地 冰雪覆盖南极啊 以及我们一路过来 从巴西阿根廷一路南下 这个看见各种各样的各色的人种啊 西班牙的白人的后裔 意大利的白人的后裔 德国的白人的后裔 非洲人的后裔啊 原住民以及更多的 说不出来是哪里的后裔 是混成了一种崭新的人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吧 就是由大王海来塑造的 所以非常感慨的就是 我每当想起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脑子里浮现得出来 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的奋斗 应该说人类历史上 很少出现持续几百年 因为战争嘛 最多打个八年十年 这个百年战争 其实百年战争不是天天都在打啊 真正的说 持续两三百年的人类的最大的奋斗 就是大王海时代 白人当然有坏的啊 但是不是都是坏的 当然有坏总督 有坏主教 但是千千万万的白人的普通人 新教徒 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 为了自由土地 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 这个千千万万的底层的白人 为了更好的生活 为了对远方的憧憬 两百年的时间啊 就前仆后继来到这里 先后三百四十多万白人漂洋过海 我应该说宗教有坏人 我相信坏人不会超过三千四百人 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 因为宗教信仰的自由 或者因为人生的自由 而来到这里的奋斗 那再有数千万的印第安本土人 为了保家卫国 先后奋战两三百年 那最后大家都看到 印第安人 你说他失败了 他肯定是失败了 这块大陆 从北到南 从加拿大开始 一直到阿根廷 主要都是白人在这里 但是今天的白人 也用感恩节来感谢印第安人 今天的白人也用 切诺基 也用支奴干 也用这个阿帕奇这样的名字 来纪念当年的那些印第安部落 有1170万黑人 绝大部分是不自愿的 也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黑人们为了自己不再做奴隶 为了自己的自由的人生 然后在这里奋斗 在这里逃亡 在这里战斗 在这里成长 在这里和本地的印第安人 和本地的白人 然后浑雪成了 尤其南美洲更明显 比北美洲还要明显的 一个庞大的崭新的人种 就在整个南美洲 中南美洲 大家看墨西哥人的这个人种 是过去没有的 大家先看巴西人 现在这个人种 是过去没有的 过去是黑人 红人 印第安人 就是和白人 那今天大家只要离开美国南部 往南一走 就看到一系列的 从前没有的人种 在种族的大熔炉中 在整个的民族 各个民族的奋斗中 一开始是白人 跟印第安人是联合的 就像我给大家讲到的感恩节 五月花号到这里 那到的时候已经是秋天 大家这五月花到的是波尔顿 秋天的时候已经冰天雪地 带来的种子是没办法播种 然后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四十一个家庭 只剩下十来个妇女还活着 几乎就是一大半人都去世了 孩子啊 父女 那就靠着印第安人的接济 印第安人在冬天的时候 接济了他们 春天的时候 教他们怎么在这里种地 到秋天第一次收获的时候 白人和印第安人一起 开始开了个大型的联欢会 然后大家欢宴三天 从此以后 每年用三天 大家来纪念感恩节 感恩节 虽然是大家说都要信上帝 说感谢上帝恩典 实际上感恩节是 为什么只有美国有感恩节 加拿大有感恩节 但是跟美国还不太一样 只有美国的感恩节 是全世界的最大的感恩节 也是法定的大节日 而且是购物的大节日 感恩节 黑色星期五 大家把门都击破 就为了感谢印第安人 包括就是 未来要讲到的福音尼亚公司 在福音尼亚 也是北美第一个殖民地 叫James Town 在James Town里面的 白人也是 一年一年的奋斗 每年死亡率都超过90% 跟印第安人最后 又要躲着西班牙人 因为他们是新教徒 西班牙是天主教徒 那来到这里 又要被天主教徒迫害 天主教徒也追到这里了 西班牙人就是天主教徒 来到这里 最后是白人的首领 娶了印第安人的公主 酋长的女儿 然后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 最后躲开了西班牙人 在福音尼亚开始生存下来 那到后来 大家有刀兵相见 所以这个 我的无数的感慨 会在未来的 大概四五七里吧 跟大家一一来说 但是我今天来说这些 我还有一点想跟大家感慨 就是我在这条船上遇见的英国人 南非人 挪威人 我问他们 Grand Voyage 大家都已经好像很淡忘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 因为这是持续两三百年的一个大时代 人类很少经历大时代 自从这个轴心时代过去以后 轴心时代就是我们这儿 诸子百家 希腊那儿各种大贤 然后中间还有世间墨迹 从那个时代之后 当然还是直接就刺激了文艺复兴了 人类下一个伟大时代才到来 第二 每个人看历史的角度都不一样 我个人的角度是觉得 人类整个的文明历史上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大航海 因为大航海最重要的是 把所有孤立的大陆 每个大陆的生物都不一样 人种更不一样 很多大陆没有另外的大陆的生物 病菌也没有 然后植物也没有 动物也没有 人种也没有 把它彻底融合起来 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以及塑造今天 不光是今天世界的物种 人种 基本的政治格局 国家 西方强大起来 然后东方衰落下去 就是从大海开始 直到今天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世界的格局 是当海时代塑造的 所以我觉得人类历史上 你要让我说 我觉得有两件 我觉得最 在未来不管多少年以后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就是大航海和互联网 那我们今天还有幸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 大航海时代 但我们经历了互联网时代 然后再一次 把全人类的脑子 弄到了一起 大航海时代是把物种 人种把它弄到一起 所以我们还算幸运啊 但是如果我们升到 大航海时代 也会出现很多 激动人心的事情 每天打开报纸 会出现说 我发现一块新大陆 每天打开报纸说 发现一种新物种 新的大型动物 然后发现 原来他们在吃土豆 我们这都没有 然后于是 这个解救人类的 大量的东西 每天都特别新鲜的 从道指上出现 然后大量的新的知识 新的东西 去远方 自由 追求 等等等等 每个人都在 都选择那个时代 就是说 我要不要上船去远方 我还是在这 留在这 当一个吊丝 当一个宅男 但是无数的人 就选择去远方 整个这块大陆 当时上头 只有一种人种啊 其实当然不是 一个纯种的一种人种 但是统称印第安人 但是大量的人 最后数千万人 从这两块大陆 奔赴到这 当然从我们这 也去了点啊 这一会儿我要讲到 这中国人也 基本上中国人 都跟着掺和 这世界上的大事 中国人也都跟着 能掺和掺和 但是都不言主角 互联网时代 中国也跟着掺和了啊 我们在座的 有互联网公司 CEO什么 但是好像还没演主角 还是人家那大航海 我们在后边 跟着这个卖点力气 先说一下 一个重要的观念的问题 因为今天西方的强盛 所以大家始终就觉得 西方好像一直都很强盛 很文明 很强大 实际上完全不是 在大航海之前 整个这个所谓的西方 这都还没有呢 这美国还没有 这是印第安人 就所谓的这个欧洲 就全算什么 在整个这个当时的世界 也是属于第三世界 非常的落后 非常的荒蛮 非常的愚昧 基本上 当时的欧洲 在世界的地位啊 就是这落后的地位 相当于今天的世界的 卡麦隆 或者是孟加拉 基本上是这几点 这完全不是 大家想象说 哇 西欧非常文明 西欧非常强大 那是大航海之后 大航海之后 欧洲占据了世界财富的 80% 然后紧接着而来的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才让欧洲整个蓬勃向上 成为这个超过 这个时候 欧洲有多落后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全世界排大城市的排名 在这个时候 1492年 就是1492年 这个是麦哲伦的土 这是麦哲伦 后来环境完海 郭伦布出发那一年 1492年的时候 全世界前12大城市 一个欧洲城市都没有 第一大城市北京 就100万人口的城市 只有一个全世界 就北京 然后50万以上人口 印加帝国 大家知道是玛雅文明啊 什么都在这边 印加帝国首都 然后北辈阿斯坦克帝国 这个巨大的帝国啊 差不多站到美国西南三分之一 遍际 一直到巴拿马 这个阿斯坦克帝国首都 后来的墨西哥城 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后印度 这提供一大城市 然后开罗 那是整个穆斯林 当时是世界上 和中国并肩最强大的 南海之前 十字军东征 就是一帮欧洲屌丝们 文盲贫困的屌丝们 然后以这个所谓的 去夺回宗教圣地 就耶路撒冷在这地方 哎呦 我这时候手怎么多少抖啊 今天 岁数大了 在这地方啊 直接处在这儿 耶路撒冷 十字军东征 是以这个夺回耶路撒冷为名 实际上就是去抢劫 然后就是穷成什么样呢 什么都没见过 连唐都没见过 你想这个这个民族穷成这样 欧洲人见到唐 是十字军东征时候 十字军东征差不多是一零几年到一二九几年 差不多持续两百年 刚才意思就二年开始 这个时候他们才第一次见到唐 然后就兴奋的原来这么好吃的东西 于是欧洲才有了这个吃甜食 而且贵族吃甜食啊 所以大家现在今天去欧洲看 法国什么意大利 反正做菜好的地方 那甜食巨甜 甜死你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 他们特别穷 谁有甜糖 谁就是贵族 谁就是有钱人 就跟大家现在去中国西南一带 吃饭了 特咸 去江西什么湖南 厚色你咸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有盐的人是有钱人家 因为内陆地区没有盐 所以盐商盐巴 那都是最有钱的象征 求人家没盐 有盐就是富 就是土豪 所以这个大家都把菜做特咸 到江西湖南这些地方 就是为了展示说我们家有钱 所有州呢 非常的贫穷 企图抢劫未遂 就这甘蔗 抢了一点种子 回到欧洲还种不出来 因为这甘蔗必须得种在热带 这欧洲还没有热带的地方 所以只有葡萄牙出海 找了几个小岛 加拿了一群岛 这地方 就三毛后来种那地方 三毛后来种在江西 就在西非的海外 那么一点点地方种一点甘蔗 所以只有贵族才有一点糖 几乎没有人十字 十字军全是文盲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纸 也没有印刷树 欧洲当时用羊皮书 羊皮书叫几十头羊的 就嘎着我 剪下来 然后拼成一本书 一个修道院才有一本 欧洲当时已经有大学 但是大学里 一个大学 一个专业就一本书 所以欧洲大学到今天 还保持着 大家坐那聊的传统 就是因为没书 然后老师就拿一本书 给大家念念 然后念完就坐那聊 所以基本上是 荒蛮落后 十字军抢劫未遂 因为九次十字军东征 除了第一次 穆斯林措手不及 占领一路散老 然后屠杀了一通 抢了一点甘蔗什么种子去了 另外八次 全部被穆斯林打败 因为当时穆斯林 是全世界最文明 最高度发达 有高度发达的军事 经济 哲学 文化 尤其是欧洲都没有图书馆 这十字军东征 打到中东去 才发现到处都是图书馆 然后才在图书馆里 发现了 艾里士多德 柏拉图 等等等等 他们自己完全失传了 欧洲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曾经有过 伟大的希腊文明 因为罗马被灭国以后 因为罗马是被蛮族灭国 这说到这儿 也跟中国有点关系 爱国庆典可以骄傲一下 就是我们汉朝的时候 尤其汉武帝时期 极为勇武 那个时候汉民族是上武民族 汉民族是穷的时候 特上武 后来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有钱 就越来越怂 越来越怂 就从今天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 汉武帝时代 我们就逐匈奴于末北 大家都知道 魏清获取病 风狼居须 把匈奴打到末北 匈奴跑哪去了呢 被打到末北 然后一路就向西前 到欧洲北部 把日耳曼人灭了 日耳曼人正南下 把罗马灭了 所以罗马是 等于是间接被中国灭了 因为中国灭了匈奴 匈奴灭了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南下灭罗马 但是蛮族灭罗马之后 整个的曾经辉煌的 希腊文明 罗马文明都没有了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今天但是 哎呦我们亚里士多德 您那亚里士多德 是从阿拉伯语翻译回去的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 不是他们一直保持 自己伟大的什么文明 是阿拉伯人替他们给保持住了 然后后来八次 都被阿拉伯人打得丢回卸甲 法王路易九世 一会儿被逮着一次 然后花很多赎金赎回来 这法郎就是这么诞生的 就十字军东正时候 为了赎回法王路易九世 然后又去又去又打死了 然后臣上罗马帝国皇帝 这个菲特列 我觉得古代的这个名字翻译啊 特别逗 其实这菲特列 就是菲特列 就是我们应该翻译 福里德里西 按今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过去 这个菲特 这个非常难念德语名字 翻译叫菲特列 就是现在的福里德里西 也死了 反正就是皇帝们 国王们都被穆森 打死在中东战场上 然后就是一无所获 除了甘蔗 种了点甘蔗 弄了点糖以外 尤其是到大王海之前的 半个世纪 就1453年 发生一件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就是强大的穆斯林 这个时候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攻陷了菲特列 就在这地方 菲特列 就是今天土耳其的 这个伊斯坦布尔 当年叫菲特列 来这罗马帝国被灭以后 就跑到东边去了 就叫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就是菲特列 然后在1453年 就是1492年 开始大王海 菲特列 被攻陷 导致了严重的问题 就是导致了整个欧亚 全部欧亚非 所有这些地方 全部被穆斯林控制住 那导致所有的什么丝绸之路也好 海上丝绸之路也好 等等等等 全部被穆斯林控制住 这个 当然了 大部分基督教的这些地方 当然是不跟穆斯林来往的 因为觉得是异教徒 而且跟人打过200年 等等等等 实际上一直到1982年 当时的教皇保罗二世 才正式救十字军东征 向东正教 向穆斯林道歉 因为那时候 十字军东征可笑 直接在哪儿啊 这一奸商叫威尼斯 那时候没有 意大利这个国家 应该这么说 当海时代 欧洲还没有形成 真正的民族国家 就是说我们这是法国 我们法国 法兰西民族 我们爱这国家 我们德意志民族 爱这国家 我们还没有 欧洲的所谓国家 都是领地 就是所谓贵族领地 所以欧洲就还处在 只认人不认国家的地步 最重要的是 有个教皇在那儿 然后有一大堆宗教的东西 然后所谓的这些国家 其实就是 这堆亲戚们 全欧洲是一家子 这欧洲是一家子 复杂极了啊 这个有看过节目 我曾经详细讲过 欧洲各个王室之间 非常复杂的通婚 总而言之 欧洲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大量全是贵族们 在统治着 欧洲也没有科举啊 科举是我们 中华民族非常伟大的发明 科举是给了平民 一个向上的social ladder 就是我有一个social ladder 我只要努力读书 我就可以最后 能当宰相都 甚至宰相都是平民上来的 但是除了中国 全世界都没有 日本也没学科举 全世界都是贵族登棍 宰相是一伯爵 这个地方是一侯爵 那地方是一男爵 所以欧洲整个的底层的人民 是没有social ladder 就没有考试机制 也没有任何 打仗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军功勇武 但是实际上还是贵族 因为打仗的时候 那些骑士 骑士就是一种封号啊 Might of blah blah 就像Duke什么什么公爵一样 骑士也是一种贵族 骑士就是尊重妇女 愿意骑马送女士回家的好男人 你当时第十四季呢 骑士起源于欧洲中世纪 是教会和归族培养出来的 战斗能力超能力兵种 咦 骑士跟教会有啥关系啊 最早骑士就是为教会服务的 连骑士壮碑都代表教义 兼是世子家的象征 对人代表保护教会的指责 那怎么当骑士呢 是不是年满18岁报名就可以了呢 哪那么简单呢 学当骑士 骑士就得去给一个骑士 当徒弟兼士童 一边学习骑士技能 一边服侍骑士 足印骑士一空满意 就可能被退货 从士童到骑士 这故事也太励志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命分呢 十四季开始 才可以升级为骑士士童 开始跟随足印骑士 上战场战斗 用三死就算你倒霉 要是你能获得二十一岁嘛 就能当骑士了 还没有 二十一岁 只能算借习骑士 这时候还是要上战场 不过 可以肚立去获取军功 军功是够大 就可能被领祖 车封成骑士 还可能获得奉地 不容易 从七岁熬到二十多岁 总算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 骑士一道也没有那么好过 因为领祖不但不发工资 还要每年受领祖税 骑士 还要每年自备麻痹和盔甲 给领祖付俊一 一个不小心战死了 骑士身份就会被取笑 不能继承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感觉当骑士 跟今天的学生好像 哪里像了 一样悲剧呗 学了不一定能考上 考上不一定能毕业 毕业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找到了工作 也不一定不被吵 这么卑管 小范 你应该去接受心理辅导了 所以实际上整个欧洲 一冲在荒蛮阶段 第二 普通人民有没有向上的阶梯 军事长领祖被攻陷以后 整个向东方的所有道路都被封掉了 然后刚才讲了威尼斯 因为我这漫谈 想想哪说呢 这威尼斯很讨厌 施子军的时候 他说您这也是天主教的 您应该跟我们一块去夺胜肠 他不 他说我出船 你们出人 你们出这 那你们去抢去 我出船 但是你们得给我船钱 就是威尼斯商人 就是为什么写威尼斯商人 莎尔比亚 就是威尼斯商人特抠 以至于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第四次实际东征的时候 大家上船了 然后威尼斯说 船钱在哪呢 大家说 船钱等去抢完了给你 那不行 我们威尼斯商人没有说账一说 先给钱 他说那你怎么回事 我们圣战都穿白袍 带着十字架 说那不行 说那怎么办 说那你听我的 那既然你不给船钱 那我就不是租船了 我变成我是主子 于是就在海上 把这帮人 拉到君主塔丁宝去抢了一通 君主塔丁宝可是信上帝的 是东了帮帝国首都 樊权跟十字军 是同一家子 就是兄弟 没去穆斯林 所以纯粹就被抢前 他们还干过更加恶劣的事情 大概是第六次 实际东征的时候 那当然教会也非常无耻 教会弄了几万的儿童子军 准备去打 因为大人已经都打得不行了 每次都打败 最后弄童子军打 结果这威尼斯商人更坏在哪 这数万童子军上了船 由于也是非找人要船钱 人家没船钱给 居然就给人卖了 所以这威尼斯 为什么沙尔比亚 一定要讽刺他们 这威尼斯 这实在是名声太烂了 最后把几万儿童卖到北非 卖到各个地方奴隶市场 小亚西亚 中东的奴隶市场上去 结果导致过了很多年 石城罗马帝国 我还在出钱去赎 当然石城罗马帝国 本身是不对的 这是不用说的 但是这威尼斯也不能这么干 这威尼斯恨不得比穆斯林 还要恨这些人 恨不得 因为穆斯林当然是很宽容的 再来那个石城罗马帝国 很宽容 因为他总是能战胜你 能战胜你强大的国家 他就比较宽容 那石城罗马帝国 很多人都是一些落魄贵族 忽悠了家乡很多人 说咱们到那抢东西 有了回来咱们一锦还乡 最后被打败 最后求萨拉丁说 我这伯爵其实是光杆的 我回不去 我回去就得被人打死 因为我带着他们的父亲 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儿子来这 都已经死了 我怎么回家先 我没法回家先 求你让我留在这吧 穆斯林的君主非常宽容大量 说那你们就留在这吧 你们留在这 你们要一信什么 你信你们的宗教也没问题 所以在中东还留下了一些 信天主教的地方 不然的话大家就不会看到 今天有什么黎巴嫩这种国家 黎巴嫩这种国家就是信天主教的 就是因为当时穆斯林宽容大量 你来找我打 我打败了你 我也不像你打败了我 第一次持人当中 打个措手不及的时候 施子军是把耶路撒冷屠城的 耶路撒冷当时屠城 被屠到血已经淹到膝盖这个地步了 所以施子军是非常残酷的 到今天还有很多人 连教皇都道歉了的情况下 还有很多人在说 哎呀你信 我觉得信教是没有问题啊 我也不是说上帝有任何问题 施子军不是上帝的问题 施子军是那些背叛了上帝 以上帝为名敛财 以上帝为名 进行各种这样 龌龊的活动的人干的事情 那个时代教宗 肉山九海 那个时代教宗 搞一大堆年轻男孩 在这宫殿里 搞一大堆女的在宫殿里 那是很黑暗的时代 我们并没有对宗教任何的不敬啊 但是那个施子军 就是对宗教的不敬 而且教皇之后 都已经道过签了 很多教徒 我觉得就不要再 把这事再翻过来了啊 每一个宗教 都有背叛宗教的人 这个佛爷里面 也出过坏的和尚 这个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军事场上被攻陷以后 整个欧亚非的向东 全部被穆斯林封住 封住以后 又是这个威尼斯 去跟穆斯林签了一个 叫专属贸易权 就相当于丝绸之路也好 海上丝绸之路也好 全都在阿拉伯人手里掌握着 但是这个贸易的权力 是被威尼斯买掉了 威尼斯自己又能航海 但是威尼斯航海 还是小航海啊 威尼斯的航海 仅限于纵横地中海 地中海是很风平浪静的 跟出大洋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威尼斯把这拿到以后 整个西欧就完全陷入到 没辙 必须要寻找一条出路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刚才顺大爷讲了 就是普通民众 没有向上的social ladder 没有接替 这个战争也好 科举也好 都不造成普通民众向上的经济 所以他们也需要出口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欧洲的上层 非常非常热爱中国的瓷器 这个丝绸 这茶叶等等 但是没有东西跟中国贸易 因为它是中国什么都不要 它也没东西 荒蛮之力什么都没有 然后于是就怎么办 中国时候我就要银子 但欧洲并不是一个产银的地方 所以导致欧洲严重的通货紧缩 就是欧洲的白银 大量的流向中国 换取中国的这个丝绸啊 瓷器啊等等 所以最后没有白银了 没有白银以后 就是通货紧缩 货币缺乏 出海去寻找白银 总而言之吧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大家都有一种 出海的愿望 然后远方是什么样的呢 在欧洲还有很多 老兵的传说叫做 这也是南海的一个心理的准备 就是 虽然东庄虽然失败了 完全失败了 被穆斯林打的 但是每一次 十几二十万的军人 回到欧洲 回到欧洲的每个地方 坐在高高的鼓堆上面 这个给孩子们 讲了远方的故事 所以欧洲就慢慢形成了 一个心向远方的一个民族 这跟我们中华民族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给你讲远方是什么样的 就给你讲 你就在这儿待着 你要在这儿忠 在这儿笑 你要坐得稳 站得住 你不要乱跑 这个远方 远方除了远山也没有 别乱想 中国说远方都是荒门之地 中国叫东是夷 北是敌 南是蛮 西是荣 所有这些名词全都是蔑视的 全都是蛮字 什么疑 什么敌 荣 说你去那儿干嘛去 说咱中华上国多好 咱们是做教育 欧洲是形成了 叫去远方的一种 强大的心理准备 就是因为老兵们回来以后 去讲远方的故事 所以这个时候 到了1492年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西班牙这国家 在被穆斯林统治了700年之后 西班牙这国家 你现在如果去西班牙 你要仔细看这个西班牙 尤其是南部 你以为到阿拉伯了 就西班牙最美的宫典 就阿尔汉布拉宫 有著名的这个古典级的曲 阿尔汉布拉宫 就是穆斯林的宫 然后大量的音乐 大家听Flamingo这个音乐 Flamingo音乐实际上 就是阿拉伯音乐的变种 在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是长时间的 被这个穆斯林统治着 统治了700年 终于经过奋战 然后在1492年这一年独立了 所以大海开始的时候 不但欧洲贫困落后 没文化 而且这国家才刚刚独立 而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说我大帝国 我嫌没事 明朝 郑和出下西洋去 是长大家 不是 是一个刚刚独立的新的国家 这个西班牙 刚刚独立以后 立即就先向远方 就准备开始出海 然后出海 找谁出海呢 这哥伦布是一个 实际上他是一旺人 他完全就是因为他太虚妄 他算错了 算错上了 所以他才决定出海 他怎么算呢 他特别逗 他就学了一点数学 相当于我们小学数学水平 就是叫360度 360度嘛 就是一圈嘛 地球是圆的 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同意了 圆的不就是360度 于是他就出海 找一水手说 你给我开一精度一度 就是360度嘛 你开一度 拿罗盘一看 这就一度嘛 就是开了一度 他就凉了一下 哦40里 他就把这40里乘以360 他就认为地球就是这么大 这太可笑了 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在南极 走一度的话 是他只走了五米 那你拿五米乘以360 地球就这么大 你就在赤道上走一精度 一度 你才会乘以360 就是基本上是地球怎么大 你在北大西洋 走这一度 那几十里 他一成 他想象出地球就小了很多很多 刚才在那个场合 讲了哥伦布算地球 这算错了 在那场因为人多 有一不好意思讲的 在这跟大家讲讲 哥伦布不但胡算 这地球的半径啊 算出中国向西三千里 而且哥伦布 当然那时候 欧洲大家都是信教的嘛 就他们是信天主教的 新教的也是写是新教的 哥伦布坚持认为 这个地球啊 是一乳房的形状 他为什么认为 是个乳房的形状呢 因为他坚持认为 那个乳头那地方 就是天堂 他认为他行着行着海 就能找到这个地球乳房 这乳头在哪 他就找着天堂了 我觉得这事太逗了 他到死都坚持这么认为 到死坚持认为 地球是一个乳房 但是他到死 也没找到那乳头在哪 所以他经过计算 他就认为 中国只在西方三千里 说三千里就到中国 于是他就提交了这方案 给这个西班牙的女王 刚刚独立的 独立的时候是俩国王 这俩国王是夫妻 但是那女的并不是皇后 而是女王 男的也不是女王的老公 也是国王 这女王叫伊莎贝拉 然后伊莎贝拉女王 就把这个 狗伦布这个提案 交给发改委 这个当时西班牙也有发改委 叫皇家学院什么 反正就类似发改委 然后这帮 里边全是一帮学 就是一看 说这是 你懂不懂科学啊 你得懂不懂 给扔出来 我说这什么玩意儿 然后狗伦布坚持说 我一定能找到中国 后来女王一想 说你们这些人倒懂 你们把中国找着了吗 也没找着啊 你们号称大科学家 你们什么皇家学院 你们也没找着中国啊 就叫妄人 经常会有这种舞台啊 尤其是病急乱投医的时候 每当中国搞改革的时候 通常就找着一妄人 就胡说八道一通 然后就 也没办法 大家着急 着急 所以康有为什么 之前讲过这种妄人 居然都能登上舞台 表演一通 于是这个 葛伦布终于批准了 批准要没钱 欧洲可不像中国 有中央集权制的这种皇权 欧洲没有 欧洲这就算两国打仗 这英国跟法国打仗 英国法国老百姓 一点事都没有 大家该旅游旅游 该做生意做生意 因为他们都是上层一些贵族在打 而他们始终没有形成 中国是个强大的那种中央集权 你说皇帝要钱 你们大家就交税 那是不行的啊 教皇稍微有点权威 教皇也不能抢人民的钱 教皇也只能骗人民的钱 怎么骗人民钱呢 比如说发行赎罪券 就是买 买串就赎罪了 十六军那时候也是啊 说你只要穿上十六军衣服 拿着刀 你就已经赎罪了 然后这个 你花钱买了这个 教皇发行的赎罪券 教皇自己说的特别逗 说你只要听见 这个金币叮当一声 你就已经赎罪了 然后今天大家都觉得 不敢思议啊 这种骗子名片 赎罪券是怎么来的 天主教会声称 印上来都有罪 要想进入天堂 必须赎罪 要想赎罪呢 就得向教会卷钱 真是钱能通神呢 对呀 一开始 在1095年 师军东正时期 教会发明了 输水圈这种东西 当时是发给东正将士 作为奖励 可以免费赎罪 谁都明白 免费是收费之母 嗯 后来天主教会宣布 以赛赛赛念念为习念 但是到罗马朝圣信徒 都能得到大赦 这要体力不好的 就走不过去啊 针对你这种 身体不好的教徒 教会宣布 超胜可以用券款代替 从此 赎罪开始和进铅刮够了 赎罪券 也就可以花钱买了 那太棒了 教会可以随便 印赎罪券 那就是印钱啊 对呀 所以 后来教会需要钱的时候 就通过 推销赎罪券的方式脸财 真是不敢相信 教会居然也这么腐败 再后来 自动脸财行为 引起贵族和天主教会 内部的反对 罪券券 才在十六世纪 被飞植了 这还差不多 罪券券全是骗人的东西 坚决取缔 没有错 小范儿 你可算是开圈了 可我这有一道 经过高僧开关的护身符 货真价实 只要一百元卖去 保你免灾解难 财运横通 我才不想当你 但是那个实在 因为大家太信上帝了 实在是太信上帝了 所以教皇说 卖熟的券 你能不买吗 但是教皇也 即使最大权分的教皇 在这儿待着呢 当时意大利是分成了 威尼斯国 在这儿 很大的一国家 然后热南亚国 在西本 就俩嘎尔尔沃 东嘎尔尔沃是威尼斯 西嘎尔尔沃是热南亚 中间一大块叫教皇国 教皇都不敢征税 只敢骗钱 更别说普通的国王 公爵 他真的不敢向人民这么征税 于是怎么办呢 依沙贝拉女王 把自己皇冠上的宝石 去荡铺荡了 所以可见啊 西方的这个传统 和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皇上要修长城 什么你快 都全都去修长城 一百万人死 那没关系 把长城修起来 把运河挖出来 人家这儿出趟海 结果还得 女王把这宝石 弄荡铺荡了 然后所以他没什么钱 三条小船 就三条小船全家一起 都没有正和一条船的 而正和比较早了 差不多有九十年啊 正和140几年出海 1421年的时候 正和已经把 整个印度洋漆 所有的国王都抓回来了 到中国 有的是请回来的 有的是抓回来的 有的这个据我判断 有的是正和自己 cosplay的 但是正和这船 对人类的贡献 除了发明了麻将 就没有任何别的贡献了 中国没有欲望 没有任何愿望 说我把你这儿插一旗子 说这儿归我了 我派一总督来 然后你们交点税 然后我们来一个民 什么之类的 我们从来没想过 说麻医之地 我们干嘛去那儿去 我们这儿这么好 什么都有 吃香的喝辣的 到他们那儿吃生肉 所以这个 哪都不去 正和实际上 真正的贡献 长几路 麒麟 这个狮子 以及麻将 就没任何贡献 但是哥伦布这三条小船 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那就是巨大的 其实这哥伦布 自己都没想到啊 哥伦布只是 下渠三千里 就以为到中国了 当时连北美大陆 都没到 哥伦布是到了 巴巴多斯 在这地方 所以这个美国的 中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 就叫巴巴多斯日记 就是因为美国中学语文课本 是按照这个文学的顺序来写的 不像我们每一年 都是有古文 有现代文 他就是第一课 就是所谓的 美国历史上的 第一篇文学作品 就是哥伦布写的 巴巴多斯日记 然后那个作业很有意思 就是说 哥伦布的巴巴多斯日记 是吹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 回来给国王看 所以他美化了巴巴多斯 把他写成好 到处都是金银财宝 然后如何如何牛逼 我看到这个课文的 后面的第一道作业 提示我很感动 因为他写的就是说 不要相信权威 即使像哥伦布 哥伦布在美国地位 可极高 有法定假日 全美法定假日 以人的名字命名 的全美法定假日 是极少的 哥伦布日 马丁路德金日 大概几日就有这么几个 哥伦布以这么大的权威 有全国法定假日的一个人 美国语文课本上 第一课就说 不要相信权威 你现在第一个作业 就是假装自己是一个seaman 就是在哥伦布船上的seaman 你从写巴巴多斯日记 写真实的 把所有这个给sponsor看的 这个吹牛的都要拿掉 所以这就是 到了巴巴多斯 整个哥伦布开始的 当然还 好多历史的事 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我觉得 最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或者叫澄清事情吧 我做节目最喜欢的 就是说大家都老觉得 是那样 比如欧洲强大 什么什么 这儿那呀 欧洲当时最大的城市 巴黎 连二十万人都没有 在全世界只能拍 第十三名 南海之后 全世界 前二十大城市 全部是欧洲城市 一下子把中国远远地 甩在了后面 其他帝国都灭了 印加帝国 什么阿斯坦克 全灭过 然后印度紧接着 那也是南海的后续嘛 也被灭过 全世界都被灭了 实际上 南海之后 所以这个 真正的 我感兴趣的 是 有很多大家就习惯了说 哎呀 这个西方人来了 把印度人杀光 我从这开始讲 这个西方人并没有 把印度人杀光 西方人也没能力 把印度人杀光 这个事我觉得特别 有意思在哪呢 就西方他幸运 有些时候我经常想 其实也不是民族性的问题 而是有些时候 上帝对每一个民族 他是公平的 他就 给你这些 给你这些 没有一个民族说 上帝什么都不给他 那有些民族 正好在那个时候 在上升期的时候 他就有 这就有命 你说这哥伦布托 真的像西兰 也到了中国 他就被灭了 他就是倭寇啊 是不是 就高鼻子窝靠来了 马上就气息光去 就灭了 所以他正好 到了美洲大陆 这美洲大陆 是一块什么样的大陆呢 美洲大陆 连车轮子都没有 美洲大陆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大陆 这么大一块大陆啊 大家看 世界一共这么大 这么大一块大陆上 没有马 没有牛 没有羊 没有猪 这个 什么几乎 大量的物种都没有 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在南极啊 过着非常有意思的啊 断网生活 没有网 也看不见大伙 但是在这给大家录节目 觉得很有意思 如何成为一名女神 在美国 你必须要有足够高的个头 在古代中国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 比如会补天 会飞天 会打雷 在现代中国 你必须要进入娱乐圈 而进入娱乐圈的方法 也有很多 比如你有个好爹 你就成了女神 比如你读了艺术类院校 又顺利毕业 让星汉看上 又经历了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各种无耻潜规则之后 你就成了女神 再比如 你参加了选秀节目 编了一堆感人肺腑的悲惨故事 让评委选上 又经历了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各种无耻潜规则之后 你就成了女神 什么 你不想遇到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也不想接受各种无耻潜规则 什么 你是男孩 想成为男神 这个 来报名参加 优酷男神女神节目吧 只要你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随时随地都能唱歌 随时随地都能表演 随时随地都能卖萌 哪怕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颗想走红的心 恭喜你 你已经具备了 成为男神女神的基本条件 接下来 你只要登录优酷 打开男神女神页面 发送作品报名 成亲上万粉丝 就会向你用来 男神女神 一步成神 正史的里子 严实的范 高晓松写手 铁无鲁图书 小说系列 从书第二步 强力来写 小说二 国际事业 更开阔 变态辣椒 精美插画 张发财 破破的桥 豪宝 邵一辈 文渊阁大学士 独演 精彩电影 揭秘欧洲列强 登丑录 带你领略美国 任律物 深谈中国千年科举 一起重温大势云集的 八十年代 现已上市 各大网站书店 均有销售